- 欢迎回到二达体育台继续欣赏2015年ITTF科特公开赛 在八强阶段的转播 超强要进行的将是这个阶段的最会场比赛啊 南丹八强战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来自南韩的李向秀 目前是排名排在第72名哦 但是在今年赛季的一开始啊 表现可以说是相当抢眼 在前一战的匈牙利公开赛呢 李向秀是也拿了一座冠军 那来到了科威特公开赛啊 隶属超级系列赛的这一战呢 又能够闯进最后八强哦 尽管他的对手并不好惹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真的是表现非常不错 但是他这一场比赛所遭遇的对手啊 是这个中国的马龙哦 那马龙在整个中国队来说 是技术是十分全面的一位选手 那么在世界上也是哦 所以以世界排名来说其实是差了一个打次 所以看看今天这个李向秀在心态上 是不是能够做出比较拼搏 或者说拼得比较凶的打法 那么看能不能动摇到这个马龙整个 今天整个比赛 是李向秀在前一战的匈牙利公开赛呢 是跟丁祥恩联手拿到南双的冠军 所以赛季一开始算是有一个不错的开局哦 虽然说今年才25岁 但其实代表南韩队出赛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对 在去年的这个人川亚运会也曾经代表南韩出赛 好了这样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第一局的比赛要由南韩选手先来发球 李向秀来到这一战 其实跟丁祥恩的南双组合也杀进最后四强 不过在小岛之前是遭到台湾拍档 姜王杰还有黄胜胜的逆转 好球 主动的变现哦 对 刚刚刚好前面有个触王的球 所以在节奏上面造成了变化 两位选手在深野有五次对战 马龙四胜一败 在2012年的南韩公开赛上呢 当时李向秀曾经以4比1打败马龙 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其实要击败任何一位中国选手都非常的困难 其实在那一段期间马龙曾经在公开赛是写下50几连胜这样子 对一个记录 非常刻画的记录 1比3 两个人最近一次交投是在2013年 中国举行的和谐公开赛 当时马龙四比二迎球 这一分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南韩选手 哇 好球 进攻的力道是非常大 对在中远台 能力也是不错 最后这一板真的可惜了 可以看到李向秀在中远台 正反手两面的拉球 威力都蛮够的 力量 而且是蛮强的 哇 这一次判断 犯出台并不清楚 马龙的发球路线一直在变喔 所以现在李向秀还不是抓的 还没有抓到 整个揭发球的节奏 这一次是被李向秀给逮到 2比6 4分的差距 好球 非常凶猛的第三板抢攻 这也是南韩队一贯的球风 嗯 比较凶狠喔 有机会下重手的时候绝对不会流行 好球 哇 这球摆短 在球起跳的时候 马龙就摆短了 所以摆过去的球 在跳到对方台子的时候又加速的下坠 因为摆短本身就是这个 你要抢 趁球 还没有跳到最高点的时候 就在起跳点就准备摆短了 这样能够打了对手措手不及 才能够控制在这个台内 哇 这一次拉球的弱点非常短 对 完全出乎了李向秀预期之外 差距一下子来到了6分 哇好球 就是这一板凶猛的阵手 所以让李向秀一度被中国队视为一大威胁 逮到了这个中路喔 然后再一个侧身 因为在过去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李向秀也曾经放话要打败中国选手 各国的选手都是以中国队为目标 4比9 哇好球 挡得漂亮 这球已经没有办法发出力道了 只能把球牌摆对位置 对 这球被 李上述有点靠着这个反应 刚好也 知道这个马龙大哥会 側身抢拉中路 这个 中国队的一个惯性 就是说有机会抢拉 会往中路冲喔 所以被 这个李向秀自己有先抓到这个预设 预设的弱点 10比5 马龙逼出了第一局的橘末点 哇好球 也是靠着防守喔 要到第11分 第一局的比赛由中国队的马龙获胜喔 所以在这场八强战目前1比0领先南韩李向秀 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 继续来欣赏中国队马龙跟南韩李向秀的交手 这是科威德公开赛南单八强战的最后一场比赛 这样比赛的赢家呢 在明天的四强战将要对到中国小将凡震东 马龙在第一局的比赛是先以11比5拿下来 打法是比较主动喔 雖然说李向秀正反手的进攻力道是非常大 但是有点找不到用武之地啊 对 因为马龙在台内 然后第三板整个控制衔接上面 都是处理的比较细喔 所以让李向秀没有太多的机会 能够让自己的整个优点 就是发力的 发力的球 或者是中原台的这个相持 能够发挥出来喔 因为基本上马龙在前三板就处理掉了喔 所以有一些 根本让李向秀还没来得及的出手 就先失误了 发球抢空得手 李向秀 2比1的领先 好球 所以其实急球的力道上面 李向秀并不会输给中国选手 但是就是在出手的实际点上面 马龙往往都能够 比较合理 对 因为马龙在控制球轻重上面 他是控制的比较合理 因为不见得每个球都是全力去拉 全力去冲 有一些球其实六分力 有些球八分力 那有些球拉得比较短 有些球拉得比较长 让对手 在利用节奏或者是说 弱点 就可以让对手形成失误 不一定就是完全发力 或者一板冲死对方才能得分 聪明一点的选手 就是懂得利用旋转 利用节奏 利用弱点 这些因素来让对手形成失误 2比4 哇 逮到中路 所以李相秀这个策略其实也蛮清楚的 当他预料到有可能会被 这种冲一板的危险的时候 就是等在中路 但这一方面 中国的选手的惯性也是这样 之前的这个马龄或者是王浩 他们有时候 有机会球也都是选择冲中路 哇 现在让李相秀 连续追分 4比4 双方回到平手的局面 来 拨 这球想要搏杀喔 马龙这个球已经掌握主动 基本上李相说没有什么机会再做反拉了 来到这一场的比赛 马龙在前面两个回合都是直洛斯获胜 包括打败了 来自奥地利的费格尔 还有在前一轮的16强战 是以4比0击败克罗埃西亚好手贾希娜 好球 我以目前晋级的几位选手来讲 包括了樊振东包括张继柯跟许欣过去都曾经拿下科威特公开赛的冠军 如果马龙也打进4强的话就代表这4位都是拿过冠军的选手 今年只有一个人能够站上班长台的最高处 没错 在过去的5年唯一一位能够在这一战 拿到冠军的非中国籍选手是2012年的水谷准 我那一年的中国队是没有派对来参赛 今年刚好变成是日本没有派选手过来参赛这一战 对 在连续这两战中东的大战卡达战跟奎特战 日本队是比较担心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会对他们不利 前一阵才刚爆发国际的恐怖事件危机 日本的战地记者是遭到了ISIS的斩首 对所以他们也是比较担心这一点喔 过去其实也有这样的记录 在中国前一阵子有这种排日的时候 其实中国队也选择不去中国参加比赛 毕竟还是要以选手的安全为首要考量 因为其实上个星期在采访国手排名赛的时候 问到中华队的选手 他们也都对这个事情是有点余悸有存啊 其实中国国家在举办这些比赛他们也都不遗余力了 对 特别是出产石油的国家 对 不然比赛的规格都蛮高的 其实越来越高 这个奖金越来越高 尤其是这个卡达 近几年都是基本上各国好手必争之地 因为奖金非常的高 甚至在今年年初才刚举办的这个年度的颁奖典礼 就是在杜拜 哇 哇 半出台 一向秀又钉丢了一球 这让马龙现在逼出了第二局的局末点 10比6 有四个机会 好球 再拿一分 所以马龙是以11比6 抢下了比赛的第二局 在这场八强战 现在2比0 领先李向秀 到爱尔达体育台 继续欣赏科威特公开赛的转播 南丹八强战的压轴大戏 是由 南韩的李向秀和中国马龙 单纲演出 在前面两局的比赛 都是由马龙 以比较大的差距扩胜 11比5跟11比6 所以看一下李向秀 能不能够赶紧在第三局 找到方法 来对付马龙 第三局一开始还是由马龙先持得点 好球 两个球都算得相当准 这球出手 最后弹在李向秀的作品上 还有往侧边拐的轨迹 这个球 逮到了 李向秀 这个 第一个球他已经动得比较慢了 所以回球的质量不高的情况下 第二个球就很好 很好做出正手的啦 又是发球抢攻 目前的节奏都是马龙掌握的 哇好球 这次被李向秀给吊动到 正所谓的大角度 马龙的脚底有点滑 没有办法即时赶到位置 这球 差了一点点 差半步而已 中路 这个球马龙刻意拧而慢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过 不见得每一板都要出全力 对 你用你的节奏快慢去影响对手 接球的节奏 也有机会拿到分数 哇好球 拉中路让马龙拿到第五分 南队在今年的科威特公开赛也是倾潮而出 包括了小球名将朱师二也来到这里比赛 不过很可惜是直落四败给了中国小将樊樊振动 每条线路基本上都是被马龙盯住 要调 不管李向秀要摆要调 基本上马龙都可以先上手 比较一下子是来到了7比1 就是 这个实力喔 还是差马龙差了一点 哇好球 马龙有点火力全开 马龙一直在变喔 李向秀其实还没有完全抓到 马龙今天整个打球的节奏 很快的反击让李向秀拿到第三分 马龙在这一战的比赛呢 也和樊振东搭档出战双打的项目 不过在稍早之前的四强战呢 是败给了许欣跟张继柯的组合 其实这一次中国队这样子组成双打的策略 也蛮像是在为了奥运做暖身啊 对 有可能目前的 这个 参赛的选手有可能 呃 是上一届的奥运冠军 张继柯 马龙 那么第三分有可能会变成是 呃 许欣喔 这个左手持拍 在双打上有一定的优势的选手 那一方面 这个马龙带着樊振东也有个策略就是 呃 让他们两个搭配看看 也有可能樊振东会取代这个 许欣喔 成为奥运的 他们团体的第三位选手也不一定 是 现在 在场上的马龙又逼出了第三局的局点 李相秀 回击出界喔 也让马龙再下一局 11比4 现在马龙喔 距离晋级四强战 只差最后一步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爱尔达体育台继续欣赏科特公开赛的转播 男子单打八强战的最后一场比赛 中国对马龙现在是3比0 大幅领先南韩的李相秀 对 今天马龙的整个打球的节奏 风格满 满多变喔 几球的这个落点速度 基本上李相秀还没有抓到任何一个头绪喔 所以比分都是大比分 在中段的时候就拉开了 所以偶尔这个李相秀只能靠着一两个薄杀 那么取得一些分数喔 但大部分都还是掌握在马龙的手上喔 因为毕竟技术环节 以及各方面喔 还是马龙突出蛮多的喔 所以变成说你实力不够的情况下 你要打动马龙喔 并不是那么容易喔 因为技术上李相秀的特长 就是力量比较大 速度比较快 但这两个优点 今天马龙在前三板都控制得非常好 没办法让李相秀 发挥出来喔 所以今天目前到这个0比3的局面 倒是不太意外 1比2 李相秀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 还是控制 哇 这个球 插边 球 台内的技巧还是相当的 相当的 相当的 相当的好 可在这样比赛结束过后呢 艾尔达体育台也会在明天 就是2月15号 应该说今天喔 下午的3点半开始 继续为您带来四强阶段的转播 晚间9点呢也有决赛阶段的转播服务 那也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喔 特别是晚上 记得要打开电视为 中小队的男双组合 加龙杰还有黄胜胜加油 哇 更正一下 晚上的比赛 决赛阶段的转播 是从晚间8点开始了 那加龙杰跟黄胜胜的 预计是会在8点半登场 要对上许昕跟张继科的中国组合 所以四强阶段3点半 决赛阶段则是8点钟 李向秀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 哇 这个球 在台内的控制喔 基本上马龙在 第三板的威胁性太大了 所以李向秀知道他这个球 回球如果质量不够高 很容易 就被马龙像这个球一样 很容易就被马龙逮到机会 马龙脚下的功夫也就不含糊喔 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他的 都快 这个李向秀要出手大概半拍喔 6比3 好球 被李向秀给勾了回来 回到2分差 好球 我如果以李向秀现在这个状况啊 很有可能在今年他也会代表南韩队 出征苏州 打这个世界锦标赛 对 等于是今年国际周团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将在4月底在中国的苏州开展 在中国的苏州开展 4比7 如果这样比赛最后是由马龙顺利竞技的话 这也代表目前系列排名前4名的选手 都晋级到了最后4强 所以每一场比赛的角逐绝会非常激烈 每个积分都关系的排名喔 特别又是快到了这个奥运周期啊 所以接下来的积分也是非常重要 对 在短球啊 马龙还是控制的让这个李向秀 出手也不好出手 三分的差距 马龙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 突然的长球 哇 连续两排 对了到第一格 接下来第二格招架不住了 对 第一格防禁也只是单纯的防上台而已 李向秀也突然来一个长球 要跟马龙对攻 但是这个角度来的刁砖啊 现在比赛的赛末点出现了 马龙10比5 有五个机会 抢下四强的门票 哇 机会球拉丢了 所以最后呢 这样比赛到这边要画下据点 中国选手马龙 是以直落寺 打败了南韩的李向秀 取得了四强的门票 所以说呢 在明天的四强战呢 将是由中国选手上演对决 马龙要对上樊振东 另外张继科 则是要对上许昕 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阶段 而收看我们的转播 记得在2月15号的下午3点半 要为您送上了四强阶段的转播 也请您持续锁定 武术政府 跟身边的球评 黄玉京教练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拜拜